早上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五课 我最近越来越胖了 我们来看生词 我读,你读 发烧 发烧 胃 胃 照顾 照顾 用 用 感冒 感冒 最近 最近 越 越 没有了拼音,你们可以读吗? 来,第一个 越 很好,这个呢? 最近 这个呢? 用 这是 胃 这是 发烧 照顾 感冒 没有汉字 英语和俄语,或俄语 你知道吗? 第一个 发烧 第二个呢? 胃 下一个 下一个 照顾 下一个 用 下一个 感冒 下一个 最近 然后呢 月 我们来看 它 39.7度 它怎么样? 发烧了 而且 而且 温度 很高 所以我们说 发 高烧 它发 高烧了 第二组生词 我读 你读 季节 季节 当然 当然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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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草 夏天 夏天 裙子 裙子 一样的 我们看 汉字 季节 季节 春天 春天 夏天 夏天 草 裙子 裙子 当然 看这里 是什么 季节 第二个呢? 当然 第三个 春天 第四个 草 第五个 夏天 第六个 裙子 我们来连线 我们来连线 You can pause here 第一个 发烧 第二个 胃 这个呢? 照顾 用 是哪一个? 感冒 是哪一个? 季节 当然 这边 春天 是哪一个? 草 夏天 裙子 最近 月 好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词 第一个 季节 你看 这是 春天 这是 夏天 这呢? 秋天 这是 冬天 所以 这是 四个季节 叫做四季 在中国 一年 有四个季节 在你的国家呢? 一年 有几个季节? 季 还可以用在 电视 你看 这叫做 第七季 权力的游戏 第七季 第二个词是 为 我们说 为什么 为谁 做什么 来读 妈妈 为孩子 做饭 我感冒了 朋友 为我 买饭 服务员 请 为我 拿一杯 绿茶 来 所以 为谁 做什么 你的朋友 为你 做了什么? 你的妈妈 为你做了什么 再来看 为 旅游 做 准备 为 明天 努力 学习 所以 就是 为什么 做什么 为明天 这个明天 就是 说的是 Future 未来 对吗? 第三个 是 用 用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 这个 比如说 已经 吃了药 不用 去医院 对吗? 不用 还可以 用不用我帮忙 不用 谢谢 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用 不用 会用不 加用 OK 想一想 用不用我帮忙 什么时候 你会说 你看到 你看到 有一个人 提着箱子 箱子很重 对不对? 你可以 你可以问他 用不用我帮忙 是吗? 还有 你的朋友感冒了 他不舒服 在宿舍 你可以说 用不用我帮忙 送你去医院 对不对? 可以再想一下 还有什么时候 你可以说 用不用我帮忙 第二个意思 是这个 比如说 我们 怎么吃饭 我们用手吗? 不是 我们 用筷子 吃饭 这个呢 他在做什么? 学习 用什么学习 用 手机 学习 所以这是用 什么 东西 做什么 那你 现在 用什么 学习呢? 用电脑 还是 手机 学习呢? 中国人 一般 用筷子 吃饭 那我们来看 用刀子 做什么? 用刀子 切 牛排 是吗? 用刀子 切 牛排 切肉 用刀子 用刀子 做什么? 用刀子 吃肉 用勺子 这里没有勺子 用勺子做什么? 用勺子 喝汤 你呢? 你用什么吃饭? 最近 最近 我们先来看 最近 我很忙 最近 今天是4月16号 我说最近 我很忙 最近几天? 可以是 这三天 也可以是 这四天 都是可以的 最近几天 再来看 最近一个星期 4月16号 对吗? 最近一个星期 最近一个星期 我 我练习很练习汉语 最近四个月 4月16号 这个月 最近四个月我都在家 好了 我们复习一下 来 季节 春天 草 夏天 裙子 这些都是 名词 发烧 感冒 照顾 用 这些都是 动词 这个呢? 当然 当然 最近 月 它们是 副词 最后一个 为 是 戒词 请大家书上41页 做这一个练习 你可以暂停 然后练习 词 你能复杂 词 词 你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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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你能复杂 词 你能复杂 词 我们今天还要说一个语法 越来越 越来越 怎么怎么样 我们来看 他怎么样 瘦 然后呢 胖了 对吗 我可以说 儿子 越来越 胖 他呢 之前 胖 瘦了 所以 妈妈 越来越 瘦 胖和瘦 是 形容词 所以 我们可以说 越来越 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 是一个变化 随着时间 变化 他小时候 是这样 他读 读中学的时候 是长这样 现在 长这样 他怎么样 漂亮了 对吗 所以他 越来越 漂亮 我还可以说 他 长得 越来越 漂亮 对吗 这是儿子 小时候 现在 怎么样 越来越 高 对了 儿子 越来越 高 看这个天气怎么样 从星期三 这里 越来越 冷 对吗 或者 越来越 越来越 热 可以说天气 越来越热 天气 越来越 冷 再来看 他 做饭 他想做饭 但是 不会做 他呢 做饭 会做吗 不太会做 做饭 现在呢 嗯 不会做饭 到 不太会做饭 到 会做饭 我可以怎么说 孩子 越来越 会 做饭 会做饭 越来越 会做饭 所以我们可以说 越来越 加喜欢词 加上 动词 但是 比如说 喜欢 不喜欢 爱 会 这样的动词 但请注意 它的前面 不要有负词 不要有很 非常 比如说 越来越很高 不对 越来越非常响 也不对 你可以说 越来越高 因为 越来越 it's already a degree so you don't have to use 很 again 越来越 想 it's ok 越来越 非常响 不是 好了 我们来做几个练习 天气怎么样 你说 天气越来越冷 天气怎么样 你说 热 最近越来越热 对吧 你看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最近 再来看 这两个句子 你读 越来越喜欢 是什么意思呢 喜欢 到爱 越来越喜欢学汉语 他越来越喜欢写汉字 他呢 他在做什么 运动 他越来越爱做运动 你呢 这是蛋糕 第一次做蛋糕 这样 第二次做的蛋糕 第三次做的蛋糕 很好 对吗 所以 我做的蛋糕 越来越好 这个怎么样 好 更好 所以 越来越好 是吗 我们来看什么 越来越好呢 这是 老师 上汉语课 老师的课 怎么样 老师的课 越来越好 谢谢 也可以说 老师 教的 越来越好 那你们呢 你们有什么变化 嗯 你们同学们的汉语 越来越好 对吗 还有呢 对 汉字 越来越 除了好 还可以说 越来越漂亮 同学们写的汉字 越来越漂亮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什么变化 你认识的汉字怎么样 对 同学们认识的汉字 越来越多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但是 我不想 越来越胖 我想 我应该 去做运动 天气 越来越热 夏天快到了 到时候 可以穿漂亮的裙子 我 我在大学 在大学 教汉语 我越来越喜欢 教汉语 我的学生 很聪明 他们 越来越努力 我很高兴 他们的汉语水平 一定会越来越高 我希望 我希望 我能教的 越来越好 也希望 学生们 能越来越喜欢 学汉语 生活 Life 生活一定会 越来越美好 这是我的变化 我先说 越来越瘦 越来越胖 天气 越来越热 这是我的变化 我的appearance 或者我的变化 对吗 这是我生活的变化 My life 这个呢 我在大学教汉语 喜欢教聪明 努力 这是我的工作 对吗 那你可以写什么 你可以说你学汉语 学的怎么样 对吗 这里 我希望 我希望 怎么怎么样 希望 这是我的一个wish 对吗 最后 有一个ending sentence 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么 请你今天的作业 请你写一写我的变化 我的变化 我的变化 你可以说 我越来越怎么样 或者什么 越来越怎么样 也可以说 我的什么 越来越怎么样 ok 像这样 像这样 你有一个beginning sentence ending sentence and the logic here 好了 再见